近日,有关人教版数学教材的话题引发热议,部分网友表示,教材插图人物眼神奇怪,毫无美感,对比其他版本的教材插图存在明显的审美差距。 网川图片显示,该版教材于2012年或2013年审定,涵盖1至6年级,已使用多年。 26日,人民教育出版社会应称,已着手重新绘制争议插图和封面。 当日,教育部教材局也表示已关注到此事,并进入调查。 对此,专家表示,教育无小事,教材中的一切细节都有可能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,对于插图等内容的选择需要严谨对待。 因为儿童时代,它是独徒时代,我觉得教材上的绘本它一个很重要的意义,一个叫活跃这个教材的形式, 另外呢,用更加轻松的形象的方式来图解,图示文章的主题或者是内容, 对它的学习的兴趣啊,和方式呢,是非常有影响。 一个全国性的一个教材,绝对不是小事,一定要认真严谨。 就是实际上这里面有两类问题,有一部分是艺术风格的问题,有一部分是质量的问题, 对艺术风格的问题可以包容,对于质量的问题要追责,容易引起这个奇异的地方,就是一个是替换了。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中国执行的基本都是一纲一本的教材政策。 随着上市经末,新一轮中小学课程改革启动,一纲一本逐渐被一纲多本取代, 更多出版社进入到了教材出版领域中。 教材的多样化本是好事,但也随之出现了一些新问题。 教材作为重要的公共知识产品,起到教书育人的作用。 教材的编辑出版工作是否存在程序性缺失, 公众意见在教材审查环节有没有缺席,应当被严肃审视。 专家认为,教材的编写与修订应当建立开放的机制, 将公众意见与专家意见有机结合起来。 第一个机制就是你的编辑机,编辑把关,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教材审查制度, 第三个就是我广泛的公众参与我们的教材编写, 它还是就是出版社,编者,还有就是这个教材审定, 它就在这个之间发生关系,因为它实际上是更多是一种内部质量把关, 我们一直建议就是建立起一种开放的机制, 也就是说你的编写过程中, 你需要听我们的教师学生家长的意见, 把这些意见能够吸纳到自己这个教材的编写过程中, 使得你的这个专业的视角和你的大众的视角可以有效地结合起来, 你提升这个教材编写的质量。